很多人都说20年前的那只中国女足是吃了发展枣的红利 这点不能否认 但是仍然不能否定那届女足出了一批天才球员 1999年美国女足世界杯半决赛 中国女足对阵挪威 那是中国女足的巅峰之战 也是代表作之一 至今回想起那场比赛都让人瞠目结舌 甚至当时国际足连主席都说那场比赛是现象级 看看刘艾玲的这脚外脚被携传禁区 落点极佳 这脚传球让人想到谁了呢 对 就是这个男人 现今世界第一中场得布劳内 要知道那可是20年前 能有那样的船中质量很难得 99年的这场半决赛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这两脚世界波 当时的国际足连也是评价为教科书 20年前的女足是不是吃了当时的红利呢 回答当然是肯定的 但是这只是唯一原因吗 还是决定的 你也没想过 我们下期再见